15. 信報財經新聞,港股反彈或無質疑中,2015年7月27日 投資者入機B02期權戰術隨達售美股持續急的拖累 港股無伏跟一反彈走勢,週五回跌270點收市 成交進一步萎縮至783億元,美股與華股表現皆不濟 A股中有政府力頂也無法阻止全球股市大趨勢 早市升過一輪後於下午倒跌,強勢藍籌突轉若癡星底二十天線無力進一步向上 以大音觸低收,十天線由升轉跌隨時與二十天線紋別 是技術分析中明顯的反彈完成走勢,不利後市發展 國子執緊三個交易日期於十天線之上,反映者是極為疲弱的反彈行程 國子或相關成份故意可開始分批給納潑 老一輩的技術分析專家的確厲害,形成血敵子斬手形態都說得出 有創意卻與技術分析無關,玩棋子功夫更加出神日化 玩遠棋棋子不用每月結算,不結算就算棋子跌了也不當輸 指示賬面數而移,等得幾個月,總會錯出個未來,玩不定由輸便贏 賭得過,不者並不認識玩衍生工具而不設止蝕後路的投資者或投機者 而玩遠棋衍生工具要無上成交量不足而逃生無門的風險 所以對於以上棋子操盤策略只能說一句,佩服佩服,港股反彈隨時無疾意中的一個主要信號 是騰訊00700及友邦01299無故跌穿三條主要平均線 你情,00005亦突然失手十天與二十天線 這三大強勢藍籌股全線轉躍,後市還可以靠什麼股份將大市推上 內險股等潑官符主要藍籌走勢,原本弱勢的中資金融股應該更加惡劣 表現較強的平坡0231,八躍跌穿96元,以可開始開倉舖 或潑更弱勢的中國人獸02628,徐達號港股分析號其權戰術港股反彈或無疾意中 Yap,請往前見 下雨後,行進 下雨後,要從前見 下雨後,來平均線 幹部今天想來 下雨後,10月핑了 高零便 下雨後,行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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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雨後,行進